我們社長這邊有一位有個問題 讓大家來聽聽看 他所疑惑的地方是什麼 大家都說卡古的時候 外側腳要靠油箱 穩定上半身 可是我剛剛看消息是沒有做 對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外側腳靠住油箱 這個部分 它不是絕對的 那通常會用在什麼地方 擋車 你現在在騎掌車 我發現 我記得 在仿賽車的部分 因為仿賽車你可以看到 它的油箱這一塊 是比較高起來的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 通常在仿賽車部分 我們一定會做腳踏後移 後移的部分就上移了 所以其實坐起來動作會變成是這樣 那這樣你在卡古的時候 卡古的動作就會卡住油箱 但是這個腳踏在下面 所以我們反而不是油箱 只要是借助雨墊這一塊 來讓身體穩住 這樣子的話才是對的 那假如這個卡到油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的重心太前面了 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你的過完出完的時候 後輪的抓地力就會比較弱 那你的操控性就比較辛苦 就會變成不穩定的狀態 所以 靠譜 不一定要靠油箱 而是看車主而定 像這台車就是借用這一邊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可以嗎 可以啊 那當你這個姿勢的時候 對 五十五都已經在外面 對 這樣子的話就跟人家說了 最多一半個屁股 很簡單 因為一半個屁股那一個人 它們在跑什麼 應該說 傾腳 因為 這台車的傾腳雖然大 但是 它這個腳踏的高度 仍然沒有仿賽車那麼大 我們在跑那個 大棚灣的時候 用仿賽車 你幾乎 幾乎仿賽車其實同頸 就可以做到 比我們這個腳踏更低的角度了 所以在比賽時 仿賽車的同頸 就屁股真的沒有什麼疑 我們就坐在上面 下去 膝蓋一張開 就到了 所以仿賽車因為 傾腳很大的關係 所以才不會動到屁股 那 在比賽裡面 你動太多 也是代表什麼不穩定 因為 當你在進完的時候 你整個人動那麼多的話 再加上中下會怎麼樣 整個就在搖 所以 我們在比賽中 就是 從要穩住 身體出來一些 下去 傾腳直接到 完又過了 所以在 接車的部分 甚至 以後未來有機會 我們會有 CV車 滑胎車 甚至 各種各樣 你可以想像到的車子 我會讓大家看看 怎麼做它的看法